欢迎收看风生水起轮流转 今集的这位家庭观众屋住在西贡豪冲一带 余师傅豪冲村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以前的村民选得在这里落地新增 除了这里有足够的天然资源之外 最重要是村民相信身后的风水林 对村民会有所帮助 其实什么叫风水林呢 风水林就是一个说法 其实就是以前古代的农民、村民 在大自然生活中引用出一种说法 因为大部分的村落都是依山、靠山、坐实 向平原、海、河冲去建屋 纳宅、纳宅 因为挨山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怕山泥傾射 怕山泥傾射 所以大部分纳宅建村的时候 就在山边的山脚直林 然后村民建的屋就在树林前面 这个直林就在山边 所以其实一般我们说风水林 其实说风水来说 我们说的是风水山林 在玄学上也有山林这个说法 林是依山而触 在面上我们的额也有山林这两个位置 骨膏也叫山 法物也叫林 这个其实有保护村的作用 除了它防止山泥傾射 亦可以防风灾祸少了 这个就是鼻胸 那河冲一带的风水格局又好吗 河冲这里的风水格局 它其实都是依着山 它的山脈来龙 由飞蛾岭那边的白花林 一路下来 原来一个龙行 一路下来到大南湖 下来到河冲 一个河谷一个平原 一个冲的两边 是建成一个叫村落 由出水口就去到南围那边 出了海西贡那边 其实它都是属于一个 叫做衣山建筑 一个左右两边都是山脈 中间一个平原 一个叫做藏风聚气的一个地方 豪冲明治的由来 与它的地理环境都有关系 但是今时今日 豪冲这条河 以前就养育了很多居民 但是现在就变成了一条渠 有没有影响呢 一定有影响了 因为现代化的社会 除了对生活的人带来一些方便之外 亦都带来污染 污染一定对风水会扣分 村口的位置有一间车工庙 其实村前有庙 对这个村有没有影响呢 是好的 不过一般坊间有个这样的说法 又是什么庙前坪 庙后库 那村口有一间庙庙 其实都会对镇村 对省村的福祉平安 是好的 因为车工大家都知道 可以镇除瘟疫邪神 村口的庙庙对豪冲这条村 其实有一个安镇的作用 相当好 如果再说一些坊间的说法 庙后库 他们庙后见尊落 这个其实是相当不错 听于师傅这样说 豪冲一带的地运似乎不错 不知道今集这位家庭观众的 单位风水是否一样好呢 那就要进屋看看 今集的家庭观众所住的 就是一个村屋 但是它的木门 就在二楼的位置 入口的位置就是三楼 其实算是哪个门口呢 村屋是比较特别的 这位家庭观众就住在三楼 但是地下有个总入口 在街边那里 如果住在底层 地下那一层 它是正的玻璃门 自己有座向 但是二三楼很多时 旁边有个楼梯上 楼梯口上 如果建整盘数 就要在街上 地下的入口 上二三楼的楼梯口 就计算它坐什么 向什么 然后建它多少运的飞升盘 但是楼上中公立极 计它的门 单位门 Amy我们今次说 它这个单位比较有趣 因为它上到二楼 自己还有个木门锁住了 转了个楼梯 好像旋转 上来 然后三楼 另一个位置 就一个叫做入口 这两个位置完全不同 甚至位置相反了 但是我们其实都是秉承着 一物一太极 中公立极在七百尺的中心店 三楼 开到那个门的入口 未必有木门的 我们说那个入口 它是立气口 三楼的入口是没有木门在 一个木门在二楼梯锁住 已经有个叫保安的 三楼一个入口 进来的单位 我们中公立极 分到的譬如是什么挂 无论它横进来 三楼这个单位 或者打直进来三楼这个单位 开到什么挂 那个门位就立在什么挂 知道了大门位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出一个 圆空飞升盘 然后再按方位安升 红色的数字 代表单位圆局的水升 蓝色数字 代表圆局的山升 而黑色数字 代表着云升 开了一个九宫飞升盘 得到九组数 逐组数介绍一下 先来一种很旺的数字 88蜡蜡蜡 88蜡蜡蜡蜡蜡 在八云来说 坐星向星 孖伯的位置 当然是最旺的位置 土耀连珠 两颗都是土星 但是下面的棍星 三楼是木 遇到两颗土星 木黑土会扣分 代表什么呢 八白是年轻人 木黑土按照圆孔臂子说 这个选犹小口 阳升黑阳升 对于家中的小朋友 或者想要小朋友的家庭 阻挤会更多一些 容易 或者有小朋友都容易壞 或者弄傷 但是当然 素仍然是好的 一族这么旺的素 是不是放在大门口 或者躺着它 这些就最好呢 在所谓的洞位 门口 房门 床头 梳化位是最好的 16.5这一组数 向星6 遇上了混星 5会不会减了分呢 不要紧的 向星6 600是观星 连100 其实100水星会变的 我们经常都说 见到观星变观星 变到责星变责星 16共钟 100都变成观星 很强的观星 而且向星600 震邪震摩 五王在下面这些空神恶杀 被6和16这个组合 制肘住 发挥不了什么异的作用 所以仍是观星掌权 作主的 至于另外一组数 61蓝1 那差不多效果是什么 没错 差不多 就是向星6和1的分别 都是16共钟 而且下下下的混星大字 有个1在 其实两组16共钟 它严格来说 比上面的数更强 另外两组不好的数 52拉9这个病符星 还有255黄星拉6 哪一组数差一点呢 52和25的区别 其实主要看向星 52向星2是病符 25向星是灾星 最恶的五王的恶星 25是拉6 6有个六百观星 某种程度有减弱的作用 但始终是五黄星都是最恶的向星 至于52拉9 向星2是病符位 但下下的9是火 会生旺过52 其实它就加了病符星 但严格来说 还是五黄是恶过2的 所以算向星5的位置是最恶的位置 另外两组数 97拉4和79拉2 同样都是7和9的组合 效果又会不会差很远呢 我们说在9星里面 有2479 四颗星都叫做阴星 和阴挂来的 2479 现在这两组数 一个97拉4 一个79拉2 其实都是2479的组合 叫阴神满地成群 阴神满地成群 代表什么呢 就是红粉长中空快乐 如这间屋 如果在古时讲 就说没有小朋友的 即是说红粉长中 就算生都是女儿来的 没有男丁的 如果是封建社会 就以男丁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们计算两组的位置 97拉4向升7 79拉2向升9 八云来说9是旺过7 即是79拉2的位置是旺些的 不过我们这样看 97拉4 49是木火通明 这个是聪明其事的 47这些都是文昌的数字 但是79拉2 虽然是向升9 但是2在这里 就做不到木火通明 49出聪明其事的组合 虽然向升9是旺过向升7 但是简位来说 如果讲用就是97拉4 这个位置会更旺 另外两组 34拉7和43拉8 同样都是3和4的组合 分别又是怎样呢 3是木 4也是木 一个是阳木 一个阴木 在风水玄空飞星里面说 玄空被指的就是 叫双木成林 好还是不好呢 8运向升4是文曲星 这样叫文昌位 34是好位来的 43是8 虽然好像有一个8 但是问题是向升3 3迫星是什么呢 痴犹迫星 好勇斗狠之神 43这种数字 其实是代表一个叫做 拆劫 官非奴戏的位置 而34是某种程度上 就是文曲星 比如做文昌位 读书 或者是做这些设计 灵感的东西 就好过这个43 这个奴戏 纷争 猛症的位置 认识了整个单位的 飞星组合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 全屋有哪些是旺位 而有哪些是不好的位 稍后回来 我们会找室内设计师 APHIS 来研究一下 如何利用室内设计 配合风水的要求 助往好位 加强运势 今集风生水起轮流转 我们就来到一个 住在豪冲村屋的家庭观众家 刚才余师傅 已经开出了一个 圆空飞星图 了解了九组飞星组合的性质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 单位的大门 主人房 厨房等等 位置的极空 数到其中一个最旺的位 就一定是单位入口位 一于等余师傅 告诉大家 这组八百星道门 可以如何催旺 再请教APHIS 如何可以弄好它 大门口师傅 你给了三个剔 八十八辣的三 当然是非常之好 但吉中藏空位 丁有机年 来了个五黄星 会怎样呢 是的 有点尴尬的 八百向车的门口 当然是黄 平时要吹动它 但榴莲的碎星 就来了个五黄 五黄是不宜冻 一个要冻 一个寄冻 但是我们说 年年都可以冻 但榴莲五黄来到那年 就不要冻 吹动家电的东西 先搬走它 先关掉它 然后要小心化一下这个五黄 但始终是孖八位置 是黄位 过了榴莲之后 可以如何吹黄它呢 而且这个黄位在门口 门口保持行动 不要被杂物塞住 第二 光线一定要光猛亮丽 对财运有加分 至于这个门口位置 设计方面如何能帮到风水呢 现在我们看到门口 就有个鞋柜 当然最好就拿走它 但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在颜色方面 做光亮一点 用白色的感觉会好一点 当然最好拿走它 另一方面 就是在灯光那边 我用它做光亮一点 加一些光 现在是比较暗一点 所以就加强一点光 整个空间感会好一点 但门口的一些挂画 是否适合呢 我们说门口始终以亮丽 开心的一个立气口 对财运、工作、学业 方向方面都有加分的作用 挂画要注意颜色形状 以及意念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 有很浓烈的宗教信仰的挂画 或者图案 其实要注意 未必适合 饭厅的位置 师傅你给了两颗星 这里是61蓝的1这组数 刚才你也说过 旺冠季 现在饭厅的位置 摆设和容色的东西 又适不适合呢 是相当适合的 一鹿共钟就叫做冠季 而且运程会比较长一点 一鹿共钟就叫做冠季 但是我们断时用后天数 六百金 后天为用 牵挂 仍然是金 所以摆设是适合一些形质意 形状、质量、意念的东西 与金有关 比如圆形、椭圆形、金金白白 家具、摆件 去坐望它 如何将这个形质意 再配合这个风水的要求 在设计上展现出来呢 Avis 我们可以考虑 比如说饭桌 饭桌我们转用圆形 或是桌圆形 因为始终圆形比较浪费 可能桌圆形 可以让空间感好一点 再不是的 用一些圆角的桌 另外我们也考虑 在墙身上 放一些金属的挂画 金属的挂式 可以配合一些素 另外我们看到 可能雜物都比较多一点 可以做一个大小小的櫃 把它收起 整体上空间感比较重 而且会比较舒服 不过榴莲来了一粒三壁星 师傅又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当然会了 我们说风水轮流转 原谷的数好 但榴莲有时都会来一些衰精 将它的黑冲形合 改变了吉凶的性质 六十一榴莲来的三 水生木向升一 生和三壁星 大家都知道三壁星是 是非、官非、茶劫、勞气的 埋面有个鹿 本来鹿黑三 就会是祭爪着三 但原来六控三 中间有个水 可能有些家庭观众会想 六生一、一生水 金生水、水生木 通关会生亡三壁星 其实三控六 在玄空学中说 这种数字的组合 会怎样化解呢 更然母曲青龙 起逢左腹善要 母曲是六白 青龙是三壁 母曲青龙是六壁星 最喜欢用什么数字化解呢 就是用八白的左腹 左腹善要即是吉星 意思是化解六黑三的组合 用八白土去化解 用土去化解 Avis 你有什么建议呢 在这个餐桌位 我们可以考虑 放一些陶瓷杯 米米白白这样 就可以做到 甚至可以在地上 放八粒石春或石头 都是黄黄白白的 去通关 是化煞和吹黄 主营房床头的位置 师傅你给了两个梯 但这间房间有部份的位置 落入病符身 为何都还有两个梯呢 对了没错 从整个单位的中心 怎样计算呢 床头是拳位 在52奶9的病位 向升二 但其实一米一太极 在房间的中心点 我们说在中公立极 林济八方 隧房的床头 立了一个对挂的 61奶1 所以我们仍然定义它为一个好星 所以给两个梯 其实这间房间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 没错了 因为一米一太极 中公立极的房间 拳位52奶9 避开了床头 但是扔了床头左边的角度 那是什么呢 那是做了一个梳妆桌 有梳妆镜 还有一个活动镜 在枕头边 我们说床头挂镜 身体已经多病了 对女护主不利 加上小太极的向星 异黑病符星 这个镜的摆设 对女护主身体 甚至睡房的睡觉的人 男护主也有影响 对身体健康 要很小心 在梳妆桌的设计方面 AVUS可以怎样做 可以避免这件事呢 那我们可以先把它拿走 第一件事就是 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去换一换的形式 用上揭式的梳妆桌 变成了不用的时候 收起镜子 用的时候才揭起 便可以避免了 有镜子在这里的长期问题 另外房间用式各方面 又适不适合呢 其实因为避免 生黄病符星而黑 其实床弹枕皮袋 都是用红色紫色的花 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为了避免 左手边床头的病符星 反而都是用浅色的颜色为主 嗯 没错 另外我也觉得 床现在每组还要黑色的 可以转用白色的金属 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厕所位置 师傅 你对了三个交叉 究竟25奶角六这组数 下了厕所是怎样的差呢 25向星5号是最空的组合 大技在单位门、厕所 特别是在马桶的位置 但这个厕所除了25蓝的6在厕所 大大技在厕所之外 还有一个厕所的中心 怎么去分厕所门 在52蓝的9 向星2的病符星在厕所门 向星5号的灾星在厕所 其实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组合 加上马桶在厕所中心的位置 亦是榴莲的八仔位 在榴莲的五黄位 即是洞起了它 但整个厕所在榴莲的八仔位 马桶在榴莲的黄星里流彩 但位置亦是榴莲的五黄 厕所的门口榴莲是二黑病符 正如你所说的 这么多交叉的 都是空星2552的组合 其实今年的榴莲厕所 配合大门榴莲飞星五黄道 其实那个病灾的事情 和这件事要很小心 那应该用什么形质义去化解 形质义我们说化二一五黄这组合 通常都是圆形金属 以及一些用金的意念 金色白色的颜色 但最重要是不要冻起它 但问题来了 马桶和厕所一定冲水一定冻 厕所门口是二的组合 榴莲有二 圆局也是二的 香星病符 走走走走走 病呢 看来今年是尽量要好小心 化肌也有些小小病 或者什么程度 化得不好 可能有些大的麻烦事情 手术等等 Avis 风水上 怎样可以配合这个设计 去避免五黄和病符 刚才师傅这么说 马桶在这里我们比较难 但始终我觉得整个厕所 我们尽量用浅色一点 例如可以把整个米白色 尤其是门这些位置 尽量在颜色方面配合它 而且我们看到它的杂物都比较多 我可以考虑做一个薄一点的挂长柜 将那些杂物收纳散去 那些七彩颜色的那些 就可以见不到 我相信也会有帮助 虽然圆局的五黄星 飞了来洗手间 再加上单位入口的榴莲五黄星 户主是丁有鸡年 少不免会多一些病痛和麻烦事 不过正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 既然能早点知道 就可以做得更好的准备 希望护主一家 都能有健康的生活 如果你都希望知道 可以如何帮自己的单位 利用风水的学问吹吉避空 不妨可以写信给我们 如中哲师傅和APHIS 更可以在节目中 来到你的家 为你提供意见 这么难得的机会 不要犹豫了 快点写信给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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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